聽見 評審然後各位投訓觀眾好 今天雖然說進入到決賽 今年的主書比較少 但今天的內容 我覺得是以往這幾個評價 我覺得是比較 難評的一次 他來到後台的時候 兩位老師已經絞盡了自己 終於把那個名次都把他抓出來 那今天下來呢 我覺得 每一組都很平均 每一組的表現都非常非常平均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會列出三個重點去做評分 第一個就是節奏 然後第二個是音準 然後再來是妙氣 我會從這三個部分去調誰的食物比較少 因為說這個今天不是出賽 可能像你出賽我大概只要聽了一兩個小時 大概就一直在調五個節奏 那今天不是今天一定要聽到最後面 我才知道 我才能夠做決定 那節奏的部分呢 我希望大家就是在全新首歌曲的時候 你要先了解他歌曲原本的 節奏的樣貌 這個詞其實是我一直很在意 也是很強調 我自己本身在彈奏的時候 我聽完一些很清楚 我今天我要 我要全新首歌曲的音樂類型 因為這個 這會關心到你徵收曲的架構 那 今天有 有R&B 然後 也有Falk 今天這些style 那 其中有一個 在讀唱組 第三組吧 我想 他的唱法是 其實我覺得他 他的表演 傳播是很到位的 那我相信他應該是在這個部分 他就是有 有經過很大量的 學習和模仿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情緒 那 在 節奏上面 我覺得他的掌控的 非常好 這個是我今天看下來 會在節奏上面表現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出色的 那 在音準的部分 其實 我今天聽下來 大部分都是高音的地方 各位注意一下 高音的地方 我個人覺得是少 會沒有用到那個音準 好 那 這裡 你們在平常練習的時候 一定要錄音 一定要把它錄下來 去聽聽看你們最 音色最容易浮動的那個 那幾個音符是在哪邊 然後去 去強化他 然後第二個就是和聲 因為在從上組的時候 有一些 和聲上面的編寫 那並不是那麼的和諧 這個是各位你們 你要稍微注意到的地方 然後 最後面呢 就是在 節奏表現很好 然後 你們唱 唱馬上很好 最後面我就在看你們的默契 就是 我最喜歡 看的表演就是 就是 就是 歌手跟 跟你的 搭檔是 有一些 眼神啊 或是一些自己上面的互動 我覺得這個 對整體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加分的作用 那當然 就是也是 每一個 舉手投出之間 都 可以讓人家看出 你們的默契是什麼 而不是就是 其他手就是默默的 就是看著你們的指板 去看 對 你就沈浸在自己的世界 我想 今天這是一個團體的比賽 你必須要 聽到 其他的人在做什麼 然後 給予 他們要的東西 或是 減少你自己 覺得比較濃厚的一些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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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吧 就是這樣 就是 情緒 旋律線起來的時候呢 你的音量 可能要跟著上去 但這個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節奏 它紅住不能 很快 然後你的 主張 情緒下來的時候 你是要做一些 dynamic 下來 輕輕的下來 對 讓我看到的人 是 是一體的 兩個 是一體的呼吸 這樣子 那 這次以上 我提供給各位的一些 一些 一些 經驗 我希望可以 可以讓 希望大家可以 有一些幫助 那 希望就是今天 如果沒有拿到 沒有拿到 名次的朋友 就是不要在意 這是微信之問 我相信就是 大家一定花很多時間 去 去 去 經營 或是去練習 這個部分 那 你們去想 今天得到 最開心的點是什麼 你們只要記住 這個部分就好 你們哪一個環節最開心 對 就把這個記下來 OK 謝謝 謝謝